追了柳如烟十年 我终于觉得没意思透了 我放弃了她 跟喜欢我的李诗雅在一起了 李诗雅在全城燃放了一碗烟花 买下小岛给我求婚 可结婚前夕 她却失踪了 我找到她时 听到她跟人吃笑 我就是故意恶心柳如烟才追的几波大 追到手了反而觉得没意思了 但我又不甘心 所以逃个婚让她丢脸 不好玩吗 于是我先逃了婚 让她沦为全城的笑语 后来听说一身傲骨的李家小公主翻遍了经常 都没找到她失踪的新郎 结婚前一个月 李诗雅失踪了 我找遍了全城都没找到她 她消失的第七天 我收到消息 说她出现在了护士 我连夜飞了过去 在一艘轮船上 我终于见到了她 要敲门进去时 听到了她的吃笑声 我就是故意恶心柳如烟才追的几波大 追到手了反而觉得没意思了 我顿住了脚步 她不像是喝醉的样子 反而很清醒 所以很过分的话从她嘴里说了出来 而且尝过她的滋味后 就觉得挺无趣的 周围响起一阵暧昧的笑声 还得是理解 拿下了几波大 李诗雅似乎很享受这种恭维 继续说道 别看她之前追柳如烟豁出了命一样 但是纯的不行 可惜了 可惜什么 李诗雅缓缓吐出一口烟 可惜啊 我虽然是她第一个女人 但不是她第一个喜欢的女人 她喜欢柳如烟十年 谁知道她的心疼干净没有 要不是跟柳如烟是死对头 想着追到几波大去隔应她 我也不至于表演什么 默默守护的深情女人戏马 有人打去 人到手谈了三年了 理解怎么现在开始感叹了 李诗雅一脸烦躁 冷着声音 就因为追了她那么久 所以才觉得不甘心 人群里有人继续说 听说她到处找你 都快疯了 你消失了这么多天 没事吗 李诗雅吸了一口烟 吐出一阵烟雾吃笑 逃个婚让她丢脸 不好玩吗 我从她的表情里没有看到一丝愧疚 怜惜和爱意 而是大仇得报 而是终于等到今天 指尖陷进掌心 心脏像是被人用针扎一样 痛到窒息 我一直以为李诗雅会是我的救赎和终点 我也确保了我对她的感情不是感动 而是喜欢后 才答应了她 那天 她高兴地燃放了一层烟花 在一起三年后 她用我的名字买下了一个小岛跟我求婚 天空中放满了孔明灯 我以为这是爱 是浪漫 没想到 却是她为了报复柳如烟而做的戏 原来 那十多年的深情和帮助 都是演的吗 恍惚间 我想起了一些往事 随她追到尽人皆知 可她却对我厌恶至极 后来我终于觉得没意思偷我 我放弃了她 看到了一直默默守护我的李诗雅 那晚下着很大的雨 她一直给我撑着伞 她说 几博大 我不求你能看到我 我只求你能从此自由随心 多可笑啊 我把心扫干净了 迎接李诗雅的到来 在我一步步沦陷在她的温柔里 在我开始幻想和她的甜蜜未来时 没想到 却是给了她一个朝我欣赏凌迟的机会 一刀一刀 鲜血淋漓 鼻尖酸涩上涌 眼睛里是控制不住的疼痛 一滴泪落下 被我迅速擦干 里面的声音还在继续 都是为她出主意 报复一个男人 那自然是让她在最幸福的时候 狠狠跌落深渊 不是更有意思 对 所以李诗雅你应该回去 你要回去陪她挑西装 你要陪她一起送情帖 你要表现得神不知鬼不觉 然后在婚礼那天 留下她一个人难堪 我敢打赌 几博大一定会疯的 全是恶心的笑 我忍住反胃 等待着李诗雅的恢复 我都想从她嘴里听到 别开玩笑了 我是爱记博大的 或者是 这样做对男孩子来说太过火了 可沉默了半晌 我却听到了李诗雅沉着声音答应 嗯 这个想法不错 就这么着吧 无边的愤怒压得我快要窒息了 我扯出一个惨淡的笑 可眼泪还是肆无忌惮的落下 李诗雅 你想完事吗 那我就陪你演戏 我也很想看到婚礼那天 你发现我逃婚的时候 又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我抹掉了去护士的踪迹 回到和李诗雅的婚房 我把她这些年来 送我的礼物拿出来 一个个剪坏 真奇怪 明明我什么都没有想 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眼泪流下 我曾经听到过一句话 失恋就像是得了一场风尸病 白天晴朗没什么事 可是晚上因试入 疼得钻心 或许这只是我的阶段反应而已 我起身 把那件定做的西装平铺在地上 面无表情的用剪刀 划下一道撕裂的口 我要提醒自己 感情也是这样 一旦出现裂痕 如何修 都不可能回到最初 收拾好一切 我把这些东西放到了书房 李诗雅很少进去 躺在床上没睡 看短视频的时候 刷到了一个可能认识的人的推送 名字叫 哎呀呀的我呀 鬼使神拆的 我点了进去 是一个男生暗恋一个女生的记录 最新一条 她的定位是在护士 配文 喜欢十年的女人 下个月就要结婚了 我想鼓起勇气告白 替我加油吧 在她的配图里 我看到了一只熟悉的手 无名纸上还带着婚件 那是李诗雅 我没等来李诗雅的消息 却接到了柳如烟的电话 你猜我在护士遇到了谁 柳如烟 我不关心 别换着号码给我打电话了 我要挂掉时 听到她压抑在嗓音底下的得意 几博大 李诗雅为什么消失这么久 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她不想跟你结婚 她介意你追过我 她不过是为了报复我 才故意接近你 她根本不是值得托付的人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已经有点不耐烦了 几博大 至少我身边除了你喜欢过我十年外 没有其他男孩 我坐起身来 提高了声音 柳如烟 你是故意的 对吗 五年过去了 你还是这么热衷于挑拨我跟她之间的关系 但我告诉你 无论怎么样 这都是我的选择 我愿赌服输 绝不回头 柳如烟沉默了一瞬 答非所问 发了你一个东西 你会感兴趣的 挂掉电话后 我收到了一个视频 昏暗的光线下 一个男孩和李诗雅面对面站在一起 她吐出一口烟圈 神情一如既往的散漫 在启哄声中 这个男孩弯腰吻上了她的唇 而她并没有躲开 视频到这里结束 我打开男孩的社交账号 已经更新了动态 怎么不算成功呢 配图是两个人的接吻账 我恶心的想吐 跑到卫生间抱住马桶干扰了很久 才想起来 我已经一天没吃饭了 能吐出什么东西来 此刻 胃痛的我忍不住静暖 我强称的痛感睡到了床上 蜷缩成一团 突然想起刚和李诗雅确定关系时 我半夜想看山顶的心情 她一句话没问 纵容我的小任性 连夜开车把我送到了山顶 半夜微凉 她轻轻抱着我 体温传到我身上 她俯身小心翼翼问 月色这么美 几博大 我可以闻你吗 终究是回不去了 迷迷糊糊睡到半夜 客厅传来动静 我冷汗直冒 没有力气起身 下一秒 卧室的灯开了 刺眼的光芒让我睁不开眼睛 我听到了李诗雅着急的声音 博大 你怎么了 早上七点 我在医院醒来 看到李诗雅握着我的手 一脸憔悴 看起来像是守了我一晚 她起身给我倒水 我不在你就这么糟蹋自己的身子 以为一向不好 这是不要命了 啊 她质问我 你看 多可笑 找她的这一周 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瘦了五斤 我一直以为 是不是李诗雅在生意场上得罪了人 被人给绑了 担惊受怕 每晚睡不着 累湿了枕头 可她却心安理得的在别的地方潇洒 还和小男生接吻 不说话 李诗雅眼里含着笑 捏了捏我的脸 知道我会惩罚你是吧 好了 起来吃点东西 老婆回去给你熬的粥 一宿没睡 她就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扶我起来 拿着勺子一口一口喂我 有几次我很想开口问她 李诗雅 演戏 你累吗 或者跟她说 李诗雅我听到你们的谈话了 你要不想结婚 我们马上可以取消婚礼 反正也没领证 可还是强忍着咽了下去 我也很想知道 明明爱了这么多年 为什么她要这么对我 就因为我曾经喜欢过别人 我就不配得到爱了吗 乖乖 你哭什么 她放下我 手忙脚乱的帮我擦眼泪 我错了 老婆错了 好不好 我垂眸 缓缓闭上眼睛 却落入了李诗雅的怀抱里 她轻抚着我的后背 开始解释 宝贝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我只是有点太激动了 知道要嫁给你 一时间不敢相信 我怕是梦 所以想让自己清醒一下 抱歉没有提前告诉你 你会原谅我吗 撒谎 还有二十天我们就要结婚了 这段时间我都会在家好好陪你 让你做我最帅的新郎 好吗 可是李诗雅 我们没有以后了 她用指腹擦掉我脸颊上的眼泪 那双桃花眼盯着你时 会让你觉得她是如此的生气 我出去抽根烟 等会儿我们出院 李诗雅或许是对我太放心了 又或许也不怕我会多想 毕竟她现在不过是在旅行她姐们说的话 表演深情大了 所以 我拿起了她一直有消息弹出来的手机 密码是我的生日 我一直都知道 但是我从来没查过 打开手机 名字是一朵桃花的男生发来了很多消息 是昨天家上的 阿雅姐姐 我下飞机看到你一直捂着肚子 是不舒服吗 我连夜给你炖了小米粥 养胃的 快夸我吧 前面的她都没有恢复 只有这一条 她回 送到这个地址来 我侧头看了看桌上蓝色的保温盒 又开始反胃了 后面男生还在发 你生病了 要不要紧呢 我就在医院陪着你好不好 粥喝完了我再去熬 阿雅姐姐要注意身体 坐大厅里一宿 腿都抹了 我关掉手机 把消息设置成胃毒 然后翻身下床 在大厅里 我果然看到了李诗雅 以及 昨天那个小男孩 隔着人群 我静静看着他们有说有笑 男孩手舞足蹈 不知道说到什么 她绝了绝嘴 摸了摸肚子 而李诗雅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发 有一瞬间 我觉得自己像是偷窥别人的小三 从昨晚的接吻 到今天的揉头发 看来李诗雅 挺喜欢她的 也对 谁不喜欢默默对自己好 不求回报 还满心满眼都是她的人了 我自嘲地笑了笑 转身走到拐角 却看到了柳如烟 她从阴影里走出来 目光阴智看着李诗雅的方向 这就是你给我选的对手 我指示她 别自作多情 几博大 为什么当初不追我了 我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我追了她十年 还不够吗 自从我不追她 她反而经常来刷存在感 她或许根本也不是喜欢我 她跟李诗雅一样 只是不甘心作祟而已 就这样 你还要结婚吗 柳如烟问我 我扯了扯唇 管好你自己 对你我早就放弃了 我真的真的 不想见到你 擦身而过 柳如烟问 就算是她有了别人 你也没关系吗 有关系的 我压了压心脏的位置 有些痛 但我知道 总有一天她会好的 还有二十天 几博大 忍忍和李诗雅回家的路上 我告诉她那件定做的西装 被我不小心弄坏了 这是不是在预示着 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我静静观察着她的表情 只是微微皱了一下眉 她就转过头来握住我的手 和以往一样温柔的笑 那我们明天重新看西装好不好 那件西装定做了半年 是我最喜欢的设计师设计 独一无二的 一周钱才送回来 我上身很好看 李诗雅刚好失踪 没看我穿过 我不想要了 遗憾吗 我不遗憾 李诗雅 要完不是吗 这才刚开始 第二天重新挑选西装 成品西装当然是怎么都不太合身的 我故意让李诗雅陪我选了一天 都没选到合适的 回去的路上 我叹气 好可惜 都怪我不小心 李诗雅笑了笑 没事的 慢慢来 我盯着她的眼睛 李诗雅 西装坏了 要不我们就不结婚了吧 猛然一个刹车 我被惯性带着往前 撞在了李诗雅的手上 她护住了我 没事吧 我摇头 假装问 怎么了 我开玩笑的 她死死捏紧我的手 一把抱住我 宝贝 我经不起你这个玩笑的 你不知道我等今天等了多久 是吗 可是李诗雅 这不是你们商量好的吗 陪我挑西装 陪我写情帖 陪我一起制造幸福的回忆 然后再狠狠插我一刀 我不过是在帮你制造机会 在怕什么 晚上回去 门刚关上 还没来得及脱鞋子 李诗雅就抱住我 抵在玄关的柜子上 滚烫的身躯拥紧我 铺天盖地的稳落下 急切地想要发泄情绪 我躲掉了 轻轻推开她 李诗雅 我难受 不想做 箭在前上被我扫兴地画一次机 她身子僵了僵 像是努力要在我脸上看到什么 半傻 她叹气抱住我 手温柔地放在我肚子上轻柔 胃还在痛吗 我没点头也没摇头 她都稳落在了我的发上 你先坐会儿 我洗个澡出来给你做饭 手机就在旁边闪了又闪 我解锁 看到了那个男生的信息 阿雅姐姐 我的请帖还没收到 对了 周阿姨让我明天去你公司一趟 我简历通过了 我真棒 希望一切顺利 这样我可以天天看到你了 还可以帮你送午餐 我亲手做的 我轻轻放了回去 然后打开了我的备婚日记 写下 婚礼倒计时19天 今天和阿雅去挑了西装 真可惜啊 没有一件合身的 可是没关系啊 一想到即将成为她的新郎 真开心眼 她也跟我一样的 是吗 网上翻 我不写了这段时间发生的小事 婚礼倒计时30天 阿雅失踪了 我找不到她 我用平板反复 看着我们的婚礼现场策划 哭了一夜 眼睛都肿了 婚礼倒计时20天 阿雅回来了 我太不争气了 是我逼她太紧 让她婚前恐惧了吗 是我的错 我不该这样的 我只是太爱她了 这些 会是我日后送给她 最杀人诛心的礼物 婚纱最后是李诗雅定的 她说这次就先将就 已经重金托大师 重新定制了新的婚纱 等我们在小岛上 办婚礼时再传 那个岛是李诗雅 跟我求婚时买下 用我的名字命名的 多讽刺 当初求婚时 说终于得偿所愿的人是她 如今快结婚时 想逃婚 让我难堪的人也是她 李诗雅你告诉我 这个世界上 求一颗真心就这么难吗 我又看到了 那个男孩的动态更新 工作顺利解决 阿雅姐姐留我在身边了 李女神又进了一步 配图是偷拍的 李诗雅开会的照片 我全部都截了图 并写下 婚礼倒计是17天 海上月是天上月 眼前人是心上人 可很少有人知道 这句诗的下一句是 向来心是看客心 奈何人是剧中人 不过一场金花水月的梦 我偏要为她编织 一场幸福的梦 然后让她狠狠跌落深渊 所以最近一个星期 我让李诗雅 陪我做了很多事 婚礼的细节 这次我全程都没有参与 我让李诗雅 每分钟要做什么事情 都要她比我更清楚 她抱着我撒娇 老公 嫁给你真的是一项大工程 我笑他 李诗雅 这么大的工程 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 你不会那天逃婚吗 她静默了一下 没说话 两久 她抱紧我 老公 我怎么可能逃婚呢 我爱死了你 可爱死了我的她 还是在他们姐们群里发 办婚礼真费神 所以逃婚的时候才更爽 不是吗 留下一个烂摊子 让所有亲近的人丢脸 这就是李诗雅想要的报复 我没说话 拉着她写情帖 其实情帖早就已经发了出去 我提议给最亲近的朋友 再发一次 她亲自提笔 我亲手交注 我让她写下 日出有判 日落有念 所欲皆甜 笑着对她说 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她没应我 因为我看到她在发消息 给那个男孩 情帖明天给你 男孩发了一个开心的表情 我也写下 婚礼倒计18天 会等到圆满的结局吗 当然不会 婚礼前6天 那个男生又更新了 我想把第一次送给她 我就没有遗憾了 配图是一张酒店的卡 此刻 李诗雅正在厨房做饭 我听到她的手机响了起来 她接起来 神色变了变 余光看向我 我就坐在客厅里 微笑着静静望着她 她关掉了火 走到阳台去 等出来时 她已经在解围裙了 公司有点事 饭我都做好了 你先吃 我一会儿回来 我笑了笑问她 你这么着急 不会是要去跟谁约会吧 李诗雅眼神闪躲了一下 马上捏了捏我的脸 说什么呢 真的有急事 她又撒谎了 我拉住她的衣袖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你能不能别走 哪里不舒服 李诗雅摸了摸我的脸 我指了指心口的位置 这里 她坏笑 在我额头上亲吻 小骗子 别闹了 我去去就回 今晚早点回来陪你 还是要走了 我这段时间都没让她碰 肯定很着急吧 等她出了门 我悄悄跟在她身后 平时那么谨慎一个人 是会有多心急 才没发现一直跟在身后的我 停车也没停好 连车锁都忘记关了 我在外面等着等着 等到了凌晨十二点 李诗雅都没有出来 李诗雅回来时 我假装已经睡着 听到浴室里哗啦啦的洗澡水声 只觉得烦躁 心口堵着一团气 闷得慌 一会儿身边的床塌深险 我已经被她拥在了怀里 我挣扎 别动 我想抱抱你 她亲吻我的头发 仿佛今天什么都没有发生 可是一想到她的身体 可能残留着其他人的味道 我就恶心的想吐 我紧紧捏着床单 努力掩饰自己的情绪 却还是忍不住一口 咬在她的肩膀上 我太难受了 我太需要发泄了 不然我怕我会疯掉 李诗雅吃痛 问道 老公 你怎么了 直到尝到了血腥味 我才松口 她坐起身来 看着一脸惨白的我 心疼不已 你到底怎么了 这段时间 我就觉得你怪怪的 但又说不清为什么 发生什么事情了 告诉老婆 看着她这张令人作呕的脸 我缓了缓 没事 结婚前压力有点大 害怕出差错 她抱住我重新躺下 低缓温柔的嗓音 想在我的耳旁 有什么我都陪着你 看你难受 我比谁都心痛 我没说话 她继续开口 宝贝 你说我们结婚后的生活 会是怎么样的 不知道 因为我们不会结婚 她倾向 我以前做梦都在想能和你有以后 所以得到了就不珍惜 是吗 我想你穿着围裙在厨房里做早餐 清晨的阳光 洒在了你的脸颊 肯定很美 我想给你生两个孩子 一个像你一个像我 是爱情的结晶 他们肯定会长得很好 我想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 都能看到你的身影 老公 你问我会不会逃婚 我怎么可能逃婚呢 我想一辈子跟你在一起 毕竟是我亲手追到的 李诗雅 别演的连自己都骗了 婚礼前三天 我没想过这个叫梅基伯的男孩 会来找我 见到他时 我终于想起来他是谁了 他是李诗雅家资助过的一个男孩 男孩挺争气的 从小村镇考到了大城市 也暗暗对李诗雅许下了方形 也是 懵懂的年纪遇到了漂亮有钱 遥不可及的女人 这个女人还拯救他于水火 谁会不喜欢 哥哥 你喜欢过别人十年 我却只喜欢李诗雅十年 所以哥哥不要霸占他的好不好 他微笑看着我 我却没感觉到一丝温度 哥哥应该看到我发的东西了 他知道我看过他的社交账号 所以他又笑了起来 哥哥也该知道我们接吻 上床 知道我们惺惺相惜 都是暗恋那方 我跟阿雅姐姐才更配 不是吗 心里像是压着一块大石头 闷得我有些喘不过气起来 他却十足挑衅 男人结婚都喜欢选择 他喜欢自己 比自己喜欢他多一点 你觉得他真的相信 你那十年爱着别人 又能轻易地爱上他吗 你跟他不过堪堪五年吧 李诗雅连这些都跟他说 是 不追柳如烟后 我以朋友的身份 跟李诗雅接触了两年 后来确认了心意才在一起三年 我垂眸笑了笑 你如果这么有自信认定 他会跟你在一起 那么你就不会来找我了 梅吉伯脸色一摆 马上反击 只是时间问题 不是吗 就跟你一样 你选择了暗恋的他 那么风水轮流转 他也一定会看到 卑微爱着他多么 因为他在我的身上 看到曾经的自己 他会同情和怜悯 只要他对我有好奇 我就有赢得胜算 在感情里身居高位的 你是理解不了的 掌心已经被指甲掐出了点点红痕 想到李诗雅 我那颗心又像是被谁捏在手里 一阵尖锐的疼痛 我压住喉间上冲的血腥 起身看着他一字一句 别挤啊 弟弟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你这个暗恋者的位置 才该要好好把握 因为一旦上位 白月光就会成为白米粒 朱砂痣也会熬成蚊子血 我靠在车边 深呼吸 却还是难消那种 压在心底的凡温 心脏处的顿痛 变成了一柄刀在翻脚 痛得我的手都在微微颤抖 我捂住心口 死死忍住眼底的酸色 不 几博大 不是现在 李诗雅已经对我产生了愧疚 快结束了 这段时间 我还带他去了我们 无数个第一次的地方拍照 我给他交代了一个任务 让他做成相册 代表我们走过的岁月 我告诉他 这就是我们以后美好的回忆 他在做的时候 没写下一个地点 就会停顿很久 我知道 他在怀念 报复我是真 可那些感受不是假的 我就是要利用他这些愧疚 变成刺向他的历解 痛吗 我比他更痛 因为那些时光 我的爱里没有掺杂一丝杂志 可我也没有说 因为我爱得起 我也放得下 只是看错了人而已 回神时 眼前却多了一瓶水 我抬头 柳如烟站在阳光下 我都看到了 他说 就算是这样 你都还是要结婚吗 我没有接他的水 他问 后悔吗 爱过的都是经历 我不后悔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 他小心翼翼看着我 我都快被气笑了 女人都是这样的吗 你巴巴捧着一颗心 给他们的时候 他们不屑一顾 当你收回了那些 明晃晃的偏爱 他们又都上赶着来告诉 他们爱你 柳如烟 我说过无数次了 我对你没有感觉了 哪怕我最后跟李世雅散了 我都不会选择你 为什么 在这个圈子里 我们各种条件都匹配 何况认识了这么多年 知根知底 我冷哼了一声 所以我几伯大 就一定要在你和李世雅之间选吗 没有你们 我就活不下去了是吗 不是 他想伸手拉我 被我躲开 却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在身后响起 你们在干什么 我回头 背着阳光的李世雅面容 隐藏在阴影里 眼神灰暗 目光分外森冷 他周身凝着压抑 却强势的气场 一拳打在了柳如烟的脸上 柳如烟只反应了一瞬 就危机了过去 柳如烟 打击伯大的主意 你他妈信不信我弄死你 李世雅心红灼眼 满腔怒火 柳如烟不甘示弱 扎他的心 李世雅 你又是什么好人 你敢说当初追几伯大 不是为了冷心我 你敢说你对他的感情是纯粹的 我是基于这几伯大 但他从没回应过我 你呢 他知道你在外有个好弟弟吗 一瞬间 李世雅愣在原地 满脸惊恐看向我 他说 老公 你听我解释 车里 李世雅在解释 他说只是一个喜欢他的小男孩 看到他就想起了曾经的自己 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 李世雅紧紧握住我的手 我爱了你这么多年 我们就要结婚了 你要相信我 手指收紧 很奇怪 心里的波澜已经慢慢变小了 我淡淡看着他 李世雅 要不我们就不结婚了吧 什么 他眼底的惊慌不像是眼的 还有三天我们就结婚了 宝贝 别说气话好吗 李世雅 你是不是觉得很不甘心啊 我微微笑着 你觉得我选择你 是因为退而求其次 你不相信我不爱柳如烟了 你觉得我的心 总有位置留给他是吗 不是 不是这样 我边笑边流泪 李世雅 我是真的喜欢你 喜欢你的温柔体贴 喜欢我在你眼里的独一无二 或者说喜欢是没有理由的 那天你站在云木中的样子 让我心里一动 我想或许就是你了 他眼尾红了 嗓音发颤 抖着手来给我擦眼泪 我知道 你别说了 我总感觉你是在跟我说分手 别丢下我 求你 李世雅 你爱我吗 他几乎毫不犹豫 我当然爱 没有人比我更爱你了 可也是你 伤害了我呀 我吸了吸鼻子 那我就相信你一次好了 毕竟还没到时候 结婚前两天 我和李世雅各自回到了自己家 他送我十人 手紧紧牵着我 生怕我会跑了 伯大 我们会结婚的事吧 我不知可否 他又自我安慰 当然会结婚的 我们会结婚 那晚我却偷偷回到了那个 城满了我跟他回忆的房子 我把属于我的东西全部带掉 甚至连地上的头发丝都抹掉了 只留下他送我的那堆残破的礼物 以及那件被我划烂的婚纱 还有备婚日记和结婚戒指 我真的很想看到婚礼现场 李世雅发现我不见识的表情 一定很精彩吧 婚礼前一天 梅吉博再次更新了动态 最爱的女人明天就要结婚了 新郎不是我 配图是自己的手腕被割 躺在病床上的图 我开车出来 戴着墨镜守在了医院门口 很快我看到了李世雅出现 梅吉博猛然扑到了她的怀里 李世雅立在那里 没有伸手 但也没有推开 离得远 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 梅吉博头抵在她的胸前 不停在哭 很奇怪 我这次心里什么感受都没有 我突然想起了和李世雅恋爱的第二年 情到深处 我问她 你以后会不会出轨 喜欢上比我更年轻美丽的男孩 她蹭了蹭我的脸 说什么呢 谁能有你帅 再说要是我都能出轨 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好女人了 12岁认识你 25岁在一起 我人生的一半都是你 我还怎么可能喜欢上别人 都是假的 手机里是学长发来的消息 我这个博导可是大拿 你来了一定会爱死这里 天知道我有多盼着你来 你可终于想通了 我一直以为你身博是闹着玩的呢 天杀的我等不及了 你多久来 我在机场放爆竹迎接你 看着不远处互诉中长的两人 我低下头回复 今晚 李世雅婚房里关于我的痕迹 都已经清理干净了 被婚日记提前写下 婚礼倒计时两天 我终于明白 人总要先爱自己 不是我不配被爱 是你们不配我爱 我没有任何问题 婚礼倒计时一天 这段时间看起来是给你机会 其实是我给自己的 省得分开的时候我不甘心 所以我冷眼看着你的一举一动 看你如何伤害我 看你心安理得 直到我看你的时候 再也没有任何爱 犯不起任何波澜 甚至开始觉得你恶心透理 我和你就翻篇了 李世雅 我翻篇了 然后收拾好行李 关掉了手机 头也不回地上了飞机 我总要允许有些人 短暂的出现在我生命中 爱错了我会勇敢放下 我会大胆往前走 路总有尽头 只是我也很期待 李世雅 明天的婚我也讨了 你是不是也很惊喜 来英国的第三年 我全身心都在学术中 并拿到了助理教授的职位 毕业前夕 学长来找我喝酒 我前几天不是回国了吗 你猜我看到了谁 谁 就是你那脚踩两只船的前人 学长义愤填膺 狗女人 找到了我 还在那儿表演深情呢 再次听到他 我心里分外平静 他找你去了 哪是找我呀 反正你大学研究生 所有能找的同学都找了 不过你交代过吗 别跟他说你的行踪 而且你还让家里封锁了消息 他能找到个屁 反正人挺疯挺颠的 我拿着酒杯跟他碰了碰 不是很关心他了 当然也不值得你关心 我临走时 他还让我给你戴西装来 说一直等你 真搞笑 谁让他等的呀 我耸了耸肩 反正都过去了 我不会因为结局 配不上过程而不甘心 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 没有不能结束的沉沦 这些年 我早就释怀了 可还是把这个偷偷塞到了 我背包里 真baby 我接过来 是那本我让他守作的相册 里面贴满了我跟他的照片 从不太熟悉到慢慢生了情 记录着我跟他恋爱以来的所有事情 翻到最后一页 他刚进有力的字写着 吉伯大 我爱你 学长也看到了 很慌张地看了我一眼 喂 你不会感动吗 我和起相册 扔到了垃圾桶里 怎么会 要是感动只会让我觉得 自己的努力都是笑话 学长松了一口气 不过倒是有件事你应该感兴趣 从学长嘴里 我听到了梅吉伯的故事 说是在国内新闻上闹得蛮大 他好像当三被原配当场抓住暴打 然后他想利用直播洗白自己 结果却被人挖出了更多的黑料 说他是惯犯了 那些他追李世雅时发的文权被扒了出来 暗恋日记被反噬 人人喊打 吃三当三啊 妈的 看得我乳腺增胜 我都不知道现在还有人把插足别人感情说的这么清新脱索的 结婚前告白 送自己的第一次 神经吧这女的 我要是男主的未婚妻 我上去直接暴打一顿 男的见 女的也不无辜啊 她要是有边界感 她能有这么多心 于是所有人都在蹲这段感情的结局 有知情人说新郎在结婚当天逃婚了 女主翻遍了全程 都没找到她失踪的新郎 人疯了 一众网友大骂活该 学长说 但愿你一辈子都别遇到这俩晦气玩意儿 说什么就来什么 我代表优秀博士演讲完后 在后台看到了李世雅 她拉住我的手腕 博大 对不起 能不能听我一句解释 我抽回了手 看她的眼神里只有冷漠 重要吗 她脸色颓败 哽咽得快要说不出话来 几博大 你不能这样对我 就算是犯人都还有说正词的机会 你不能就这么直接对我怕了死心 我很平静地望着这张我曾经爱过的脸 已经注定的结局 并不会因为你的一句对不起我就会说没关系 也不会因为你的一句解释我就会原谅你 她还是不死心 我就真的一点弥补的机会都没有吗 有意义吗 在你说出那句恶心柳如烟才追的我时 我们就没有以后了 我想了想 继续说 或许我当初带着点同样抱负的心理陪你演戏 陪你制造你说的那些幸福的回忆 我也带着一丝对你的期待忍了那么些天 可你还是不甘心 只是想逃婚给我难堪 李诗雅 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我不欠你 我欠你 李诗雅急迫地解释 眼里的红雀丝更明显了 是我欠你的 所以我才来找你 我那天不会逃婚的 我只认定你是我的新郎 这辈子唯一的新郎 以前看小说 看到男主对女主攒够了失望离开 会非常期待女主的追欺火葬场剧情 觉得女主后悔了 那就了 察觉到男主对她的重要性就是对她最大的惩罚 可是现在这种情节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却也没觉得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仇的抱 或许是因为 他们那些后悔的情绪和自己付出过的真感情相比 是真的不值一提 我们的感情早就在三年前就已经结束了 你走吧 李诗雅没走 买下了我对面的公寓 住了下来 而且天天跑到我学校来 死皮赖脸跟了我半年 有一种这辈子要跟我耗下去的心态 我有时候气急 会骂她 李诗雅 过期的深情你就别演了 行吗 她顿时红了眼眶 几博大 求你 别这样对我 好吗 我不该嘴贱 我不该说那些话伤你的心 我不该想着逃婚让你丢脸 我是真的爱你 只是那可笑的自尊心让我不甘心而已 我知道错了 求你 别不要我 我内心毫无波澜 甚至觉得有些好笑 李诗雅 你这样真的挺没意思的 继续对她视而不见 只是我想过离谱的 没想过更离谱的事 柳如烟不知道从哪听到她的消息也跟了来 有时候我觉得她们俩不会是一个圈子的 都是表演型人格 我是上辈子杀人放火 这辈子才会遇到这两个颠簸 在圣诞节那天 她们两个人同时约我一起过 我答应了 我想一次性跟她们说清楚 李诗雅包了一个餐厅 我她进去的时候 里面已经装置好了满屋的山茶花 她脸上的开心不是假的 却又在看到后面出现的柳如烟是 顿时没了血色 你怎么来了 柳如烟冷哼 她叫我来的 我把包放在桌上 抬了抬下吧 你们俩都坐吧 我答 李诗雅叫我 今天在这里我就一次性把话都说清楚吧 咱们三个也认识18年了 如今大家已经30岁 别玩这种幼稚的把戏了 我看向柳如烟 我是感谢你在我无助的时候做过那树光 或许我喜欢的只是那树光而不是你 在你没有任何回应 对我不厌弃凡时 我放下了这份喜欢 所以柳如烟 我不欠你的 我也告诉你 你现在对我的执念 只是因为那个听话胆小的男孩已经长大 成为不需要任何庇护的样子 而又不围着你转 你不甘心而已 我不是你们两个人赌气的玩意儿 所以柳如烟 离开吧 对你我都好 柳如烟静静看着我 转身离开 看着她的背影 仿佛有一瞬间 我穿越时光看到了12岁的我躲在卫生间受伤自卑的样子 而这次不是她拯救了我 而是我终于学会了反抗 只不过用了挺久的时间 但也不算晚 不是吗 博大 我知道你喜欢过我 是真的全身心爱过我 李诗雅或许已经意识到我要说什么了 面露痛苦之色 对于李诗雅的感情 或许要更复杂一点 我缓了缓 对于梅吉博 她急迫解释 我从没爱过她 也没碰过她 我点头 是 你只是想把对我那种不甘心的情绪发泄出去 尤其是月临近婚期 你越是觉得郁节难消 我不骗你 跟你在一起那五年我快乐过 痛苦过 心酸过 甜蜜过 是恋爱的感受 是我的经历 我也曾经想着会跟你共度余生 但有时候人生就是难以预料 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听到了那些话 我陪你演戏 我用你想要报复我的那些事 狠狠报复了你 别说了 博大 十八年了 你要我放弃 我怎么放弃 李诗雅哽咽着 泪水滑落下来 我该怎么做你才会原谅我 求你告诉我 我叹了一口气 我们三个纠缠的太久了 是得不到幸福的 何况 就跟那件西装一样 划破了 修补不好 重新定做的 不合身 这就是我和你之间的结局 我站起身来 所以你别来找我了 你们的爱 我承受不起 我也不会回头 他痛苦的抓了抓头发 未来那么漫长 难道就没有一次机会可以给我吗 我看着他笑了笑 李诗雅 收到我二十三岁 托你最喜欢的画家画的画了吗 他愣着了一瞬 眼角终于滑下了泪 我们彻底没有关系了 是吗 我没有说话 转身离开就是我的回答 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我偶尔会惋惜 但不会后悔 关上门时 李诗雅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但我知道 一切都结束了 山海自有归期 风雨自在相逢 一难平终将和解 万事终将如意 也助我在人生海海 尽兴开怀 因为总有人间一两风